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频道 今天的视频是一期提升幸福感的小家店分享 可以看到我已经从学校搬出来 搬到了我的新家 但现在还很空 等我装饰好了可以给大家出一个room tour 今天的小家店一共有7件 从香薰机小音箱到迷你小冰箱等等 都不是推广品 而且今天的视频给大家带来了非常有人的福利 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弹幕也可以先预热起来 那么如果你对这个视频主题也感兴趣的话 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是这个沙轩直卷两用的卷发棒 我当时是在京东购入的 价格是259 到现在依然是沙轩的王牌产品 这边是一个32毫米的卷发棒 把这里打开是一个纸板夹 如果你是长发适用于32毫米的卷发棒 我是非常推荐这个产品的 但我这种长度就不太适合了 只能用来卷外方或者内口 还有几个优势 一个是可以干湿两用 另一个是沙轩的电气石桃子面板 可以释放负离子减少对头发的损害 这些理论我是不太懂的 但是我有两根杂牌的纸板夹 明显的能够感觉夹完以后会比它更伤头发 就是事后会变得更加毛躁 我现在还有在用它的纸板夹功能 有时候你要紧急出门 洗完头以后要马上吹到全干 头发可能就会变得有一点蓬松和毛躁 用它夹一下就会非常顺滑 然后这里有25个档位 可以任你调节温度 从160度到220度预热速度也非常快 电线这边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而且整条电线的绝缘层非常厚 就细节处你都能感觉到 是一个大品牌在用心的设计产品 第二个是可口可乐四升的复古迷你小冰箱 我在可口可乐的天猫旗舰店购入的 它的价格是179 同价位还有一个米白色的也很好看 有一个249的更加复古 而且在这个地方带有一个蓝牙音响的功能 但是我对音质是比较存疑的 所以没有买那个 它的实用性比较低 我现在存放的是普通的罐装可乐 正常的550毫升的矿泉水放不进去的 只能用来放小饮料 酸奶或者化妆品 治冷效果还不错 半个小时左右常温的可乐就非常冷了 我其实是有正常冰箱的 但是用可口可乐的冰箱 冻百事可乐 再用可口可乐的杯子喝 这幸福感直线飙升 应该也不会太费电 它可以比室温低个20度左右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结冰的 我每次都是想喝可乐之前提前动一下 不使用的时候就直接把电源线拔掉 第三个是JBL金砖二的小音响 我买的是绿色款式的 它的价格是249 这是我买的第二个金砖二 可见我对它有多满意 JBL是全球最大的专业扬声器的生产商 如果你是音响发烧 有一定会熟知这个品牌 当然我不是 而且我买的只是一个便携式的小音响 这个价位的音质是不可能上天的 但是无论是造型外观还是音质 蓝牙感应续航都要甩同价位的杂牌 不知道多少条街 这也是金砖二为什么这么出名吧 它是一个一体式的音响 就没有难看的螺丝和接缝 触感柔滑 有一点磨砂的感觉 比起第一代除了更加低音泡以外 就有它的防水功能 我用水龙头这样直接冲过我的第一支 它就毫发无损地继续唱歌 续航是五个小时左右 实际使用要比我想象中的更耐电 蓝牙也很灵敏连接很快 第四个是书居的香薰机 我在书居的天猫旗舰店购入的 这个是300毫升 续航8小时的款式 价格是97 香薰机我是做了一些功课的 感觉是个不需要什么技术的小家店 所以我就在淘宝找了一家 销量很高 评价很不错 专门做香薰机的旗舰店 我感觉这种专门做香薰机的国产品牌 不一定比那些什么都卖的快销品牌 或者网络电商平台售卖的产品质量要差 而且它还有提供一个很长时间的保质 有时候能给你免费换新这样 到了以后你要检查它的出物量 还有声音大小 我感觉这三者它表现的都不错 就留下来了 声音比较安静 就咕咕的水声 木槿也是不能避免的 两个按键分别是灯光键 我买的是暖光的 还有采光可选 定时键 我这个最长定时是四个小时 第五个是至高的小型蒸汽熨斗 我在他们的旗舰店购入的价格是89 应该很多人都需要的一个产品 衣服一皱就会显得很邋遢 不管你的款式有多用心 但它有一个不是很方便的地方 就它需要一个平整的平台 可以放衣物 可能需要你的桌面比较干净 它的操作很简单 给熨斗加点水 调一下火力就好了 我一般是开到最大 预热30秒左右就到了 对比起蒸汽挂烫机 我觉得它的去皱效果更好 不只是夏天轻薄的衣物 冬天的大衣也没有问题 而且有些蒸汽挂烫机 加了水的重量不轻 手持起来会比较累 倒数第二个是一个 复古民国风的台灯 615那期我不是租了一个民宿拍视频吗 然后就很喜欢它里面的这个台灯 我就搜了一下 找了一个同款 价格9万65 这个太便宜了吧 作为一个台灯 它有三个款式 你可以选底座和灯罩 我选的这个是古铜的底座 和亚克力的灯罩 5瓦的LED暖光 用拉线来控制开关 它其实需要跟你的房间风格 搭调一点才会更好看 以前我会比较喜欢北欧风 但现在比较喜欢更有生活气息一点的风格 或者复古风 最后一个是罗曼的冲牙器 它的再售价格是329 之前他们的PR一起寄给我试用的产品 但最后只接了那个电动牙刷的广子嘛 因为相对于我一直在用的那款冲牙器 这款的马力大了一点 不小心打到舌头就会有点痛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比较敏感 或者是对比出来的 毕竟它的销售和好评还可以 我自己在用的那款价格大概是这个的5倍 我觉得性价比不是很高 就不分享了 还是继续期待一波国产品牌吧 其实我本来是打算把它作为互动的礼物抽奖送给大家 但是今天是和止二合作的一个视频 硬品牌方爸爸的要求 所有的东西都要闲置上架 香薰机小音响复古小冰箱 都是我购入不到两周的 就闲置完了以后 我还要自己再去买新的 那么如果你对我的这些小东西感兴趣的话 可以下载止二APP 然后打开APP直接搜索张云用户 第一个就是我 一定会给到大家一个比较惊喜的价格 然后点开你感兴趣的单品就可以看到相应的详情 止二APP是一个正品二手买卖平台 大家肯定通过其他博主了解过这个平台 不少正在使用中 直接作为一个服饰鞋包美妆护肤类的二手交易平台 他们已经做得很有名气了 也挺不错的 所以我感觉这个推广的原因 最近他们又上新了一个家居板块 主要是时尚小家电 家居装饰 生活小物类的 在合作过程中我也看到了品牌对商品质量的把控 其实我的闲置清单列了一堆 但最后挑选下来的就只有这七件 他们会要求你的商品全都是要有品牌的 另外止二的卖家人群是有限制的 只有通过止二平台审核过的优质用户 以及博主或者明星才有权限在直二这个平台上进行售卖 对于我们买家来说又是多了一层保障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的福利时间又到了 大末区我会抽一位朋友送同款的香薰机 素质三连加评论我会抓一位朋友送同款的JBL的小音箱 颜色你来选 转发这个视频并at我就有可能得到这个复古的小冰箱 也是同价位的款式你随便挑 但是一定要符合条件好吗 我经常在评论区找到朋友以后回去他的首页看 并没有三连 我好伤心啊 上周末因为最近的毕业典礼找房子和搬家耽误了 就没有跟穿搭视频 但我最近其实买了挺多衣服的 我们下期见 拜拜